薛瑞心中苦涩 却若无其事地陪着薛夫人聊了一会儿 自然而然地将话题带到了已故的薛造身上 娘 我记得您说过 孩儿是娘随爹在南方外任的时候生下的 薛夫人双目无神地盯着她的肩膀 像是回想了一下 才点点头微微地笑道 是 你是在南方出生的 自从失明后 薛夫人的记性就变得不是很好 以前许多发生过的事都忘记了 不然就是模糊不清 比如三年前石公主病死 薛家遭难的事 她是一点都记不清了 那会儿 爹在南方认的是什么纸啊 她又问道 其实她早在一年前就将薛造曾经外任南地的事情调查的是一清二楚 眼下疑问不过是为了最后确认一遍罢了 好像是在苏州 好像是在苏州认的是令狼 一遍罢了一下她的手掌 面带不悦 但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傻孩子 问的是什么话 娘怎么不会记得你几月生的 不是前些时候才过把生成 你呀 是保泰十二年七月初九生下的 哦 娘 默契 是孩儿问了傻话 薛瑞一面认错 一面心想 她的生成八字一定不会嫁 不然 从小到大 补凶问及早就会露馅 可怜她娘将她的生成记得这么清楚 却忘记了她并非是她的亲生 也只有在她犯病的时候才会疯疯癫癫 大骂她是个祸根 可笑原来只有她犯病的时候才是清醒的呀 程碧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薛夫人推了推她 但虽然看不见心思却是少有的敏感 哦 没有 就是忽然想起了爹 娘 记得你与我说过 爹是个豁达开朗之人 布局小街 朋友遍天下 薛夫人叹了口气 却又笑道 嗯 是啊 你爹虽是士族出生 偏有一股的侠义心肠 出门在外 总能交上几门朋友回来 不知人家是什么出身 是平是父 就连那江中的游侠 他都能与人称兄道弟的 爹在苏州外任了三年 当时有没有格外亲密的朋友啊 薛夫人回想了这么久 她两眼失交 争一会儿便闭起来 不很肯定的回忆道 若说得上亲密 倒是有一位 那个人是江湖的一客 险些与你爹结拜做了兄弟 说起来呀 也多亏了他 你爹躲过了几庄祸事 薛瑞心中意境 脱口问道 那个人 姓神名水 哎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哪还记得 左右我们回京之后 就同那个人 断了连血 薛瑞目光闪动 心肠百转 已有定数 三年前 他得知绅士的秘密 杰林男子告诉他 不是薛家的骨肉 对他的亲身父母 不肯透露半个字 他遭受打击 先是游历到了北方 振作之后 辗软去了南方调查绅士 不过 事过境迁 他唯独调查出了 一处的疑点 薛傅在任时 有一位入木之兵 常常来往 一阳会友 薛灵男口口声称 长子是因为 他这个孽障而死 可薛傅死的时候 他还小 记不得事 只知道薛造 是在他四岁之前 染鸡死的 按照时间来算 他是薛傅在 南方外任的时候 抱回家的婴孩 若不是亲身 无非是朋友托姑 总不至于是从渡边捡回来的 薛造因为收养他 所以遭来了杀身之祸 这点薛瑞从前想不通 然而昨日听了余叔的坦白 今天又从他娘中的口中确认 终于解开了他的谜团 如果他催测的不错 当年的经历应当如此 薛造离京外任 苏州城与易阳城离得很近 他偶然结识了云华义子 彼此视为至交 后来云华化名长洲云木峰 揣着不可告人的墓地 进京赶赴大言士 一举重地 受到了陆月公主的青睐 不得已坐了驸马 当时先皇老迈 夺敌的局势吃紧 他怕被人调查出了底细 再拿他家乡的妻儿做文章 一面悄悄地寄书信往苏州 托付薛造帮他照顾妻小 一面将那宝贝诸葛同 交付给他信得过的新立山 让他送往家乡 谁知道事态燕凉 新雅瞒着新老五 私吞了云华的宝贝 薛造也没有来得及 保护朋友的妻儿周全 最后母去子流 为了掩人耳目 便将那孩子 冲作了亲生抚养 而他便是云华 作为交换条件 让余叔找寻的那个 失踪了二十年的孩子 余叔因为早上薛瑞的那一句提醒 不到太阳落山 便早早地离开了四天间 到了望鸡楼坐等 自然 景晨也跟了过来 事已薛瑞回来 一进门就看到两个人 坐在茶厅中面面相对 大眼瞪着小眼 他无心计较 坐下后 让人重新续上了茶果 三个人到了内室相谈 大哥 今天我一去四天间 就被大提点找过去问话了 都问你什么了 余叔肇实说来 当着景晨的面 一字未提那枚黑色纸环的细节 听吧 薛瑞道 嗯 看来他们 是拿不准你已经得知了多少内清 又转头问景晨 昨日你进宫 圣上于大提点 有没有在你面前提到过阿叔 是有提起 我没有问起你 是不是把破名人的事告诉他 见景晨摇头 他才放下心来 余叔看他的神色 不免疑惑 这有什么要紧的 大哥担心什么呀 就算他们问了我 只要景晨不说实话 他们便是怀疑 也奈何不了我呀 哼哼 若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你你大提点 能把持四天间这么多年 会没有一点过人的手段吗 余叔听他的悬脉之音 隐约觉得不妙 景晨也插了一句 薛兄指的是什么 金城十二府世家得以立足 无一不适 凭着一门家传绝学 朱家位列其手 租大提点 能使当今圣上器重 正是因为他学成了这门 艺术绝学 各家绝学本是不传之秘 所以有的世家 因为门风不严 大抵传了出去 像是新家的 奇巧真误谱 据说上头载有 开国六气的制法 像是崔家的灵岩树 据说可以读心 然而朱家的绝学 却是显为人知 便有蛛丝马迹流传到外边 众人只是盗一门 香面之树 神奇非凡 这朱家的艺术绝学 名叫大洞明术 大洞明术 这是什么本事啊 于树一脸的好奇 所谓大洞明术 能变真伪 大提点 庆吟一学 数十载 想来已经误到了真传 这门奇术厉害就厉害在 它可以变出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总而言之 只要他动用此术 就没有人能在他面前 说谎 不被察觉 薛锐一边解释 一边露出了 丝丝的讽笑 他会知道 这么隐蔽的事 是因为祖父 薛灵南 就在不久之前 老人家才警告过他 四天间 大提点 有这种本事 让他 烦在朱木昭的面前 说话都要谨慎小心 如今回想起来 这种警告 竟是别有深意 就不知道祖父 对他的身世来历 清楚几分 乍听闻大洞明术 锦晨好不心惊 南南道 那 那他岂不是知道 我们是在骗他呀 于书面露思索 就听到薛锐 莫名的笑了一声 对他们俩说道 哼哼 知道又何妨 他们顾虑远大于你们 既要防着 你与生死相认 又要防着阿淑 察觉隐情 都能直白的审问你们 即便是知道 你们说了话 顶多只是怀疑 并不能做准 锦晨是一点就通 听到薛锐的话 有些耳熟 忽然想起来 昨日他出宫之后 来找于书 将心中的担忧 告诉了他 只怕皇上和大体点 怀疑他没有说实话 当时 他也是一笑置之 嗯 不错 就算他们有所怀疑 也不可能与我们对峙啊 于书担心的 却不是这个 他看了锦晨说 不过从今往后 你在大体点的面前 还是防备一些好 嗯 锦晨深以为然 同时暗自庆幸 幸好他寡言少语 便是大体点 有意亲近他 他也不曾在他面前 多说话 云华我们是见过了 现在又引起了皇上 与大体点的疑心 日后我们的一举一动 想必都会被人盯紧 不宜过多的行事 最好是按兵不动 等到我找到了云华要找的人 与他交换了选女六任书 一读详细 再寻找解决你 大安或子命数的破命之法 于书谨慎地叮嘱景臣 最后一句话 也是在暗示他 不要再想着与他成婚生子 去破命 锦晨不知道是听没听出来 却是没有反驳他的意思 轻声地应当 我知道了 大哥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 没经之计 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就照你说的吧 话音刚落 于书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锦晨笑了笑 天色不早了 外头还有人盯着 就不多留你了 你快回去吧 他开口撵人 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锦晨纵然不想回到公主府去 也是无可奈何 我先告辞了 锦晨一走 于书将薛瑞拖回了房里 关上门审问他 哎 今天早上出门前 你提醒我去建大提点之前 将戒指摘下来 现在告诉我 究竟是什么用意 要说他是知道大提点 身怀大动民数 先问过锦晨 再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他带着清真给他的指环 说了假话 大提点算不出 反倒被他察觉他身上有意 倒不如摘了去 这种解释也说得过去 可是 他觉得薛瑞的心思不止简单 薛瑞顺势拉过他的手 在软榻上坐下来 两条长腿往榻上一挪 背靠着垫子 握着他细长的手指把玩 一边反问他 你觉得大提点 会不会知道 云华有那宝贝诸葛同房身呢 应该 哎呀 不知道吧 虞书拿不准 或许他知道呢 那你觉得 新雅当年 偷藏了云华送给新立山的诸葛同 所以他们父子反目为仇 这事 大提点知道吗 不知道 虞书答得快 而且 不论新雅做下了这丑事有多不厚道 但是扯上了云华这一家 新家父子就不可能让事情泄露出去 薛瑞双眸黑幽幽的看着他 嗯 那好 我们现在假设 大提点 大提点知道云华有诸葛同这么一件宝贝 却不知道他落在了新家父子两个人的手上 虞书点了点头 眼神催促他快说 如果我是大提点 我怀疑景臣与你见过云华 想要确认你们是不是和他相认 替他遮掩 最聪明的办法 不是从你们口中问出实话 而是判断你们有没有说谎 如果景臣见过云华 回京之后却不肯吐露他的消息 会有两种可能 一则是云华和景臣相认之后 告诉了他当年的真相 景臣存心袒护 所以说谎替他遮掩 一则是 云华没有和景臣相认 但景臣怀疑他的身份 所以说谎 那么怎么判断景臣是否和云华相认了呢 站在云华的立场上思考 若是见了儿子 又怕他泄露自己的事情 势必会将诸葛同交付给景臣 再提醒他有关诸家大栋民宿的事 以免他回京之后露出了马脚 所以皇上先见景臣 大提点发觉他说谎又来找你 发觉你一样在说谎 你们两个说了同样的谎话 这就证明你们身上没有诸葛同 想当然云华没有同景臣相认 虞树听得是脑子发晕 过了一会儿才想明白了他的推理 便也知道了为什么薛瑞今早要他摘下那黑色的纸环 心中是一阵后怕 惊得是冷汗都冒了出来 捏紧了他的手道 啊 还好啊 我听了你的话摘了那戒指 不然大提点今日用大栋民宿审视我 算不出真假 岂不是糟糕 嗯 我也只是这么设想 薛瑞安抚他 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云华有那宝贝诸葛同 虞树哭丧着脸道 哎呀 那更糟糕了好不好 他算得到景臣说谎 轮到我就算不出来 这才叫此地无垠三百两呢 亏他自作聪明 以为万无一失 跟薛瑞一比 他简直像个智障 呵呵 薛瑞失笑 捉住了他的小手 举到了嘴边 轻轻地啄了一下 我帮你逃过一劫 你要怎么谢我 哎呀 别拿我寻开心了 烦着呢 烦什么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理解我们烦人的烦恼 薛瑞一听便知道 他小心眼又在作祟 于是叹气道 哎 你莫说我聪明 比我聪明的人 大有人在呀 谁呀 我怎么就没见过 云华 薛瑞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情 他所假设的这一些 不过是今早才有的想法 而云华在从遇到他们之后的所作所为 却如同早料到了有后事 他出其不意 没有与景臣相认 反而留下了 于书这个破命人 这一点 恐怕皇上与大提点都不会想到 他告诉于书 他的亲身经历 换取了他的信任与同情 让他心甘情愿地帮他寻人 却知自没有提醒 他们要当心大提点的大洞明术 不是因为他不清楚大提点的底细 而恰恰是因为他考虑周全 将皇上与大提点的心态 拿捏的是一清二楚 所以才会兵行显招